鸿海集团迎娶日本大厂夏普 重大的意义就是专利的取得 也让鸿海从原本的代工王国 进一步跨入新领域 鸿海用钱抢技术和品牌 但是台湾其他的中小电子厂 台湾电子厂有上千家 其中很大一部分 就是做代工抢订单 有代工王国的称号 却没有创新以及品牌行销的概念 面对红色供应链来袭 只有爱大的份 要如何解决这样的困境 成了新政府上任之后 等于面对的新课题 这个厂房原本大概接近100平 那员工人数的话 大概三四十个早晚班 那目前来看的话 你现在看到大概就死来一个 短短一句话说出电子业的心酸 这里是电子测试场 不到百平的空间 曾经有一段时间很辉煌 那目前接待的状况 就是因为景气比较差 那所以说人员的配置 当然会减得差不多一半左右 最好的时候 员工坐满满 现在却连一半都不到 要靠接单才能生存的中小企业电子厂 正面临这样的困境 王国正是科技公司的董事长 帮客户代工 是他们的生存之道 但随着红色供应链崛起 这样的赚钱之道 变得越来越模糊 目前代工 在跟中国大陆 所谓红色供应链竞争的话 我们是完全没有机会 因为中小企业 你本身资金的部分就是不足 你跟大财团 或是我们讲的上市商规公司来比 绝对不足嘛 要跟大物抢订单 谈何容易 放眼台湾电子业 大致台积电 大力光 鸿海 小致电子厂 代工 这两个字 是亏之不去的标签 台湾的中小企业 就是说 它是很打拼 但是它有一个迷失 就是说 它靠国际的大厂的订单 假设说它这个手机有一万台 下个月有两万台 三万台 它不断的扩充 有一天 当这个厂商 它不继续给它订单的时候 它这个公司就垮了 这家历史悠久的机械厂 打的是安全牌 看着鸿海和夏普台日联姻 很无感 因为对他们来说 有员工要养 不如先过好 每一天 当如果我们的路 越来越窄的时候 那我们的订单 都本身已经很窄的时候 最主要还是 国家要能够推出 什么 这个一些政策 优惠政策 或者是帮助中好企业 随着蔡英文 520将就任 产业之旅走透透 扶植电子业 成了新政府的核心政策 但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创新 打品牌战 或许才能对阵下药 别让所谓的台湾之光 只能在苹果等大品牌的阴影下 暗自发光 欢迎新闻 赖伟范 侯金周 台北 蔡文博总 优优独播剧场上